谈奏歌曲用响亮歌喉 唱出电影感人主题曲 视障乐团分享音乐 用音符传递正能量 台北视障者家长协会 创办至今已经二十几年了 长期陪伴这些孩子 从小到大甚至进入职场 前赴第一线多元服务 做身障朋友后盾 未来要扩大范围 成立全台第一市障重建中心 社区工坊帮助市障和中途失明走 他要真正从这生活重建 一直站起来到职业重建 到进入他的职业 其实路很长 所以我们这个社区工坊 也可以当作中途失明者的中途站 我们在这个社区工坊 让他们习惯操作 投入工作环境 以后他有机会回到一般的职场 这个协会和其他非盈利组织 包含台东的书屋 癌症希望基金会 Teach for Taiwan等教育环保 女权长期贡献的 八个社福机构 获得陈永泰公益信托 第六届传散奖肯定 明年传散奖我们还是会继续办下去 民额为止 金额为止 但是我们的参加门槛 会放宽到年支出 一千万到一亿 我们希望更多有冲劲 有理想的机构 可以一起合作 更有效率的回馈社会 第六届传散奖未来三年 播出九千六百万资金 协助八家NGO带动社会帮助弱势 也开办社福界EMBA课程 传散学院 让CEO参与 创新创意改变团体策略 让爱持续循环 人间卫视蔡一辉黄胜泉 海北猜报报导